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全球新闻联报节目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且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节目发布 您便能在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 今天的全球新闻联报 中国爆发反风控示威之后 广州重庆上海等地 11月30号宣布放松防疫管制 陆续出台优化调整疫情防控举措 多区解除疫情防控临时管控区 部分还宣布要恢复市场经营 跟餐饮堂食线下交学等 引起中国网友热议 综合媒体报导 广州因为本土疫情严峻 10月下旬开始实行严格风控 已经发生多起市民群体 冲破警方封锁线 跟防疫忽然的抗争事件 疫情最严重的海珠区 11月29号深夜再度发生激烈冲突 当局出动大批阵报警方 过程之中还发射催泪弹 有多人被捕 30号下午广州多个行政区 相继发布通知 解除区内临时管控区 依照地风险区的管理 海珠区也发布 关于优化完善疫情防控措需的公告 还表示符合居家隔离条件的密切接触者 可以实行居家隔离 不过此前一天 广州包含从化区在内11个地区 才刚刚宣布暂停堂食 政策在短短一天之内就发生变化 上海市新闻办公室也宣布 12月1号零点开始 包含浦东新区 黄浦区 静安区 普陀区 鸿口区 敏航区在内 共24个高风险区域将解除管控 至于本轮疫情重灾区之一的重庆市 也是将密切接触者 符合条件的可以居家隔离 不过由于中国新增确诊病例 创下新高 是否可以有更大松绑措施 目前还是未知数 但是认为 清零政策似乎不太可能发生重大变化 疫情政策忽然出现如此大的转变 一些抗疫者跟外国安全专家认为 在1989年天安门镇压之后 领导中国经济快速增长10年的 兼国家主席江泽民去世 这可能会成为这三年疫情大流行之后 新的抗疫集结计划点 独透是引述一名 20多岁的上海医疗公司工人 雷雷表示 鉴于江泽民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 以及对西方相对开放的态度 有人们会拿江泽民跟习近平相提并论 参加上海抗疫活动的他表示 江泽民的死亡 让我们对中国领导人的未来感到悲哀 江泽民的遗产在抗疫者的网络平台 引起争议 一些人表示 这给他们聚集的正当理由 一位抗疫民众还在贴文写道 历史都不得相似 这动画指的是 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 在1989年4月去世 也被视为当年 中国六四抗疫活动的推动点之一 路透社表示 虽然放松一些措施 似乎是为了安抚公众 不过当局也开始寻求那些 参加过抗疫活动的民众 目前还不清楚 当局如何确保 他们想要询问的人 也不清楚 中国当局联系的多少这样的人 彭博社12月1号 引述知情联系报导 北京市朝阳区 已经允许符合一定标准的 新冠确准人员 选择7天居家隔离 而不再同意要求 转运至集中隔离点 进行集中隔离 知情联系还表示 北京市其他区县 可以参考朝阳区做法 进行调整 由于朝阳区是北京中心城区之中 面积最大的一个区 是很多外国驻华大使馆所在地 跨国公司驻扎扎堆的中央商业区 此举也是继广州大幅放松防疫 封控措施之后 中国高层支持各地 灵活调整防疫政策的最新讯号 面对连日反风控升级的白纸运动 中国从地方开始放松防疫措施 中央也紧急要求地方不得过度防疫 如今主导疫情的官员 也开始不再使用动态清零一词 看来风向似乎已经转变 对上放弃清零 中国似乎还有不少挑战 同时知情人士表示 中国政府正考虑尽快推出新冠疫苗的第四针接种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表示 随着欧木科病毒致病性的减弱 疫苗接种的普及防控经验积累 中国疫情防控面对新的情绪新的任务 根据会后发表声明表示 孙春兰当天并没有使用动态清零一词 而前一天简报会上 包含中国国家卫健委委员会官员在立的机构 也没有使用动态清零 而是鼓励老人们接种疫苗 因此被认为是北京改变动态清零的可能迹象 此前负责中国医疗卫生工作的孙春兰 是成为中国强硬防疫的代名词 中国网络上甚至还流传过 只要老太太出现在疫情爆发的城市 当地就会实行严格封锁 彭博社分析 孙春兰的讲话似乎是中国官方 首次公开承认病毒不再那么的严重 保民中国终于还是开始考虑放弃清零 但是中国要放弃清零 还要面对两个问题 首先是中国老年人疫苗接种率非常的低 是结束清零的最大挑战 开头宏观首席亚洲经济学家威廉斯认为 中国现在还没有能力从清零政策转向跟病毒共存 美联社报道 虽然中国政府想要鼓励60多岁以上的民众接种疫苗 当时许多人因为安全优历拒绝接种疫苗 加上他们认为中国病例很少 感染风险很低 彭博摄影书不愿具名的知情人士表示 跟新冠疫苗第四针接种相关的计划 目前正在抓紧制定之中 不过具体推出的时间跟相关细节还没有确定 第二点则是中国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匀的问题 特别是在贫穷人口众多的农村 如果感染率随着限制的放松而急剧上升 可能会被淹没 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防治处研究员 厂召瑞在发布会上坦承 Omoco病株以及其进化的致病力跟毒力 相比原始的Delta病株明显减多 引起重症跟死亡的比例也明显降低 不过他同时也强调有基础性疾病 高龄人口以及没有接种疫苗的群众 跟了Omoco病株之后 依旧可能出现一定比例的重症风险 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因罹患白血病 合并多脏器功能衰竭 11月30号在上海病逝 多家官媒以及入口网页均改为黑白 江泽民的追悼大会预计在12月6号进行 而在此同时有网友引用歌手梁静炉的知名歌曲 可惜不是你 不过却遭到官方禁言365天 综合媒体报导 中国官方11月30号开始 已经成立由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担任主任委员 包含现任跟卸任的党跟国家领导人 以及现任中央委员 中央候补委员在内的智商委员会 依照惯例 相信官方将在6天左右举行江泽民的追悼大会 不过由于江泽民是在上海病逝的 追悼大会是会在上海举行 还是移领北京还不确定 此外目前中国正面对疫情冲击 也不清楚追悼大会规模是否会缩减 新华社当天公布以习近平为首的 智商委员会一连串的名单 同时还发布了一份公告 指出自告全党全军全国各组人民书 发布之日起 到江泽民同志追悼大会举行之日为止 北京天安门 新华门 人民大会堂 外交部 香港中联办 澳门中联办 中国驻外十冠下半期致该 而这期间香港中联办 澳门中联办 中国驻外十冠设灵堂 接待港澳地区跟驻在国的调研 公告同时表示 依照中国惯例 不邀请外国政府 政党以及友好人士 派代表团或是代表来华参加悼念活动 第一方面一个推特账号 李老师不是您老师的网友 近日大量转发中国跟世界各地 白纸革命的讯息而爆红 10月30号晚间也转贴到 有人到中国的网易云音乐 在歌手梁静如演唱的歌曲 可惜不是你下方留言 竟然被当局禁言365天 还有网友表示 目前网易云音乐平台已经搜寻不到 可惜不是你 先前可惜不是你爆红 是在今年7月份 且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声网的消息 许多中国网友当时借此留言 暗示可惜不是习近平 一道这首歌甚至一度被下架 中国战狼代表人物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近日被媒体问到有关白纸革命的议题 突然沉默了一分钟 才顾足又而言他的回答问题 这段画面在网络上疯传 连中国网友看到之后 都对赵立坚加以嘲讽 对此赵立坚的妻子 则在微博发文力挺丈夫 综合媒体报导 中国外交部28号例行记者会之中 一名路透社记者向赵立坚询问 现在中国人民普遍都表达 对清零政策的不满 中国政府是否考虑结束 或是松绑严格的防疫相关举措 听到问题之后 赵立坚皱起眉头 低下头翻阅手边的文稿 在翻阅长达30秒之后 他抬起头问道请你重复一次你的问题 而在路透社记者重复问题之后 赵立坚再次低头翻阅文稿 又过了20秒之后 赵立坚才抬头回复道 你谈到的有关情况跟事实不符 而赵立坚当天跟路透社记者这段对话 并没有显示在当天中国外交部记者会的记录稿里面 由于相关画面在网络上疯传 甚至还有人传到微博上 因其许多人嘲讽 对此赵立坚的妻子 30号透过微博账号大聪跟臭丫头发文 他首先形容赵立坚的发言人工作很奇特 并且说道 每天办公室工作12个小时加 回家工作到深夜12点加 待遇优惑四快递小哥 没有加班工资 没有奖金 没有时间 没有家 赵立坚的妻子接着表示 赵立坚的工作一切服从安排 维护国家战斗舆论的第一线 并且表示赵立坚有的只是爱国情怀 如今换来的却是国内外造谣 以及骂声一片还要烧上家 随后赵立坚妻子也在微博留言区 回应网友表示 谢谢你们 我和我的敌人们都真心希望 他可以尽快辞职回家 此前赵立坚的妻子 也曾经多次在微博针对实施发文 先前针对白纸革命 赵立坚的妻子更指控 这是禁卫势力操控一连串的公民抗议 他当时在微博写下 是谁在故意造谣 火众带节奏激发民众的愤怒 他们有专业的团队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他们背后又是谁在指示 中国人民智慧也很团结 你们的阴谋诡计不会得逞 不过相关言论遭到网友 踏罚跟批评之后 他马上开启微博的评论精绪 以及一键防护的功能 卡塔尔世界杯吸引全球关注之际 中国却发生打甲球事件 中国男足前总教练李铁 日前已经被警方约谈 独日之后又有消息指出 李铁已经供出三名前国家队球员 一场甲球风暴 目前正在中国足坛蔓延开 引起球迷留意 此前湖北省纪委监委网站消息 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前主教练李铁 涉嫌严重违法 目前正在接受中央纪委 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 纪委监委组 以及湖北省监委委员会调查 最了解在世界杯开幕前信 李铁在11月12号在培训班上扣时 众目睽睽之下突然遭人带走 外界指出如果只是了解情形的话 绝对不会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带走 这种情形下至少已经是犯罪嫌疑人 而随着官方指示公告李铁受查的消息 多位中国媒体人也指出 他违法了更多信息 有人爆料表示 李铁在美国加州富人区拥有豪宅 另一位媒体人则表示 李铁在省盈一间银行存款 就已经超过1亿元 从一个教练的角度来看 中国恐怕没有哪一位教练 有这样的财富累积 当时消息人士表示 李铁已经被相关部门认定严重违法 刑期基本10年起跳 而且还会牵扯出一大批职业经纪人 职业球员 俱乐部老板 中国足协官员 如今根据多位足球媒体人表示 李铁接受调查时 已经供出三名前中国男足国角 目前中国前国门张璐已经被带走 李铁供出张璐2019年中超宝级战 武汉对天海时参与打假球 另外两位没有被透露姓名的球员 一位是李铁的沈阳老桑 在全舰队跟张璐当过队员 后来转会到深圳 而另一个人曾经是一名国脚编柜 中国新闻社26号就指出 距离2009年中国足坦繁独扫黑风暴 已经13年 因此外界关注的是 李铁被查会不会掀起中国足坦 新一轮的反复崩暴 而过去足球报就曾经报导 李铁跟猛足球经纪公司关系密切 有国家对球员被要求签约这间经纪公司 拒绝签约的球员之后 就无法获得上场机会 也没有方法再入选国足 李铁除了执政成绩 场外的商业版图也受到许多关注 其签约的代言涉及到服装 迎聘 茶业 公司外界可以查询到的 就跟酒间企业有所联系 前中国最高领导人江泽民 在2022年11月30号12点13分 在上海逝世 上年96岁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官邸向媒体表示 由衷表达哀悼之意 日本媒体则指出 江泽民是历史上第一位 访问日本的中国国家元首 在任期间两国发表中日联合声明 但是江泽民也曾经多次 借由历史事件向日本施压 江泽民1926年8月17号 出生在江苏扬州 上海交通大学毕业 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六四事件爆发之后 时任总书记赵紫阳因反对镇压学生 而失去权力 而在一些中共元老推荐之下 邓小平最终决定用江泽民取而代之 于是江泽民在六四事件之后召开的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 从原本政治局委员直接晋升为政治局常委 中共中央总书记 法新社指出江泽民从1989年到21世纪初期 带领中国经历一个深刻的动荡时代 他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被镇压之后上台 领导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转变成一个全球大国 不过六四事件之后 江泽民跟李鹏领导的政府一度推行治理整顿 改革开放线路停顿 直到邓小平通过1992年的南巡讲话 释出推动改革的强烈信号之后 江泽民才做出调整 德国专家列维认为 当时中共内部左派跟自由派之间分歧严重 而江泽民则通过紧跟邓小平来确保自己的权力 北京学者詹内房同样认为 江泽民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政治主张 而是比较灵活的在党内派系之间 找到自己的空间巩固权力 最后形成自己的派系 也就是所谓的上海帮 2000年8月 江泽民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60分钟栏目主持人 华莱士的专访 这在中共最高领导人之中并不多见 江泽民当时跟这位著名的记者 就独裁者这个称呼 产生激烈争议 华莱士认为江泽民是世界上 最后一位共产主义独裁者 而江泽民则坚决否认 同样是在2000年 也就是上任10年之后 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 并且最终将这个理论跟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相提并论 写入中国宪法以及中共党章 除了初期经历六四之后的外交鼓励 跟经济动荡之外 在江泽民随后政治生涯里面 中国总体情绪相对平稳 并且先后迎来加入世贸组织 香港回归 申办奥运跟世博会等成功重大事件 2002年江泽民辞去中共总书记的职位 将成立交给普遍被视为 邓小平隔代清点积班人的胡锦涛 但是江泽民并没有同时辞去 中央军委主席职位 直到2005年才彻底完成交班 此后退休后的江泽民 依旧时常出现在媒体上 出席各种活动 日本媒体TBS新闻报导 近期一直传出江泽民身体情形不好的消息 今年10月19号 执行的中国建国70周年阅兵式上 是江泽民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报导指出在对日关系方面 江泽民在1998年成为第一位 访问日本的中国国家元首 两国发表了中日联合声明 但是在推进两国友好的同时 江泽民过去也多次强烈批评日本的历史观 并且一再提及中日历史周克 藉此向日本施压 即便在卸任之后 江泽民作为元老依旧保持一定的影响力 但是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之后 江泽民派干部陆续被扫地出门 江泽民逐渐失去他在党内的影响力 日本共同社则指出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稍早就江泽民去世的消息 在官邸上媒体表示由衷表达哀悼之意 日本防卫省公布 中国两架空溜空炸机 以及另外六架推测为俄罗斯的航机 30号上午在日本海上空飞行 并且闯入韩国防空识别区 对此韩国空军出动战斗机F-15K等多架军机监控 日本也紧急出动战机 中海媒体报导 中国首先派出两架轰-6轰炸机 在日本时间30号上午5点48分 从离岛西北部的126公里处进入韩国防空识别区 并且在6点13分脱离识别区 直到6点44分又从庆上北到东北方进入识别区 最后才向北边飞行 并且在7点7分离开识别区 直到中午12点18分 两架中国轰-6轰炸机 有个6架俄罗斯军机 从东北方200公里处进入韩国防空识别区 之后变向东南方的独岛飞行 12点36分离开识别区 两架中国轰-6两架TU-95轰炸机 沿着日本海的韩国防空识别区外围向西南方向飞行 其他4架军机则是沿着识别区外围向北方飞行 对此韩国空军出动战机升空监控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强调 中俄军机并未侵犯韩国领空 日本防卫省则是表示 中国两架-6从东北升空经过台湾海峡 接着移动至日本海附近 同一个时间点 俄罗斯军机则出动两架军机 对此日本航空自卫队紧急出动战斗机来应对 报道指出中国军方透过联系管道向韩国军方广播 表示是跟俄罗斯战机进入韩国防空识别区的举动 是因为中俄两国实行的例行性联合军演 此前25号 中国海警局两艘船舰还进入间隔列岛周边领海 其中一艘装备以似大炮的武器 11点45分左右离开日本领海 日本内阁官防长官松野博一表示 中国海警局所属的公务船在冲绳尖阁列岛闯入日本领海 违反国际法 日方已经通过外交渠道提出严正抗议 并且强烈要求他们离开日本领海 这也是日本海上保安厅第一次确认到 装备有76毫米火炮的中国政府海警舰 进入尖阁岛列岛陆附近 日本认为是领海的水域 正当北京对中国科技行业以及富豪 进行持续打压之际 阿里巴巴创始的马云 已经在东京市中心居住了将近6个月 期间一直保持低调 并且定期前往美国跟以色列 英国金融时报引述 直接了解马云下落的人士表示 马云跟其家人在日本已经住了6个月之久 期间曾经在东京的郊外 乡村温泉以及滑雪胜地逗留 并且定期前往美国跟以色列 马云在东京逗留期间一直保持低调 随身携带私人厨师以及保安 并且将公开活动降至最低 他的社交活动以少数私人会所俱乐部为中心 其中一家位在东京繁华的影座区的中心 另一间马云长道的私人俱乐部 位在著名的湾芝内金农区 根据会员表示 这一家俱乐部是很多中国富豪 在东京低调到访的社交场合 他们要么在东京定居 要么长期访问 有日本现代艺术界人士还表示 马云已经成为一名狂热的收藏家 跟马云关系密切的人士说 自从马云被迫跟以前疯狂创梭在 中国以及世界各地的高层官员之间退下来之后 他便转为透过化水彩化来打发时间 有人表示 马云利用在日本的时间 将自己的商业兴趣拓展到 阿里巴巴跟蚂蚁金服的 科兴电子商务技术之外 并且进行可持续性的金融发展 他已经将这两间公司大部分权利交给新一代的接班人 马云基金会跟蚂蚁金服并为对金融时报的报导进行日评 马云2020年10月在上海外滩金融峰会直言揭发中国金融制度的缺失 批评中国金融并没有系统 监管水平落后 阻碍金融创新 此后马云就疑似被失踪三个月 集团也被锁定整改 阿里巴巴旗下蚂蚁集团上市临时喊咖 阿里巴巴遭到反垄断调查 并且被罚出182亿人民币的巨款 集团形象受到重创 阿里巴巴股价也因此大跌 近年1月网络上还流传一段马云现身的影片 证明他人生安好并且行动自由 不过有分析师当时形容 这根本像是人质的影片 只是为了破解马云遭到当局软禁的传言 上个礼拜路透社报导指出 中国央行准备向蚂蚁金服锁控10亿元罚金 此时也代表中国可能在罚款之后 允许蚂蚁集团重组 并且甚至可能持续推动上市计划 对于相关报道 阿里巴巴集团并没有回应 报道表示 马云离开中国时 插逢习近平的疫情清零封控升级之际 自从跟中国当局发生冲突之后 马云曾经出现在西班牙跟荷兰等许多国家 在中国国内家里待的时间变少 却代表这位亿万富翁 躲过了严厉封控隔离措施 以及他之前在中国权力机构之中 建立影响力所引发的棘手政治问题 日本众议院通过总额为 29万亿日元的2022财政年度 第二次补专预算案 为本周在参议院最终通过铺平道路 此前日本首相安庭文雄 已经向内阁表示 希望到2027年时将日本国防开支 从长庆以来占据国内GDP的1%增加到2%的水平 如果此事成真的话 代表日本国防预算增幅将近一半 竞升为全球第三大国防支出国家 引发热议 综合媒体报导 日本众议院通过总额为 29万亿日元的2022财政年度 第二次补专预算案 为这个礼拜在参议院最终通过铺平道路 此前在28号会议之中 日本首相安庭文雄 向防卫大臣跟财政大臣表示 日本目前正在寻求全面改革 其国防跟安全战略 以应对来自中国日益增加的威胁 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局势 因此希望到2027年时 将日本国防开支 从长期以来占据国内GDP的1% 增加到2%的水平 报导称几十年以来 日本防卫预算一直保持在GDP的1%左右 甚至更低 但是岸田领导的执政自民党已经表示 计划把这个数据提高到 接近北约2%的标准 报导分析来自中国的压力越来越大 包含军事演习跟船只 平凡出现在跟日本有争议的岛屿周边 以及俄罗斯入侵轮廓 再加上朝鲜以系列飞弹发射 都使得增加国防支出的支持度不断升高 日本独卖新闻表示 日前日本政府的5年中期国防预算 大概是27.47万亿日币 一旦提升到40万亿日币 代表增长幅度将高达45.6% 执政自民党内部强烈认为 国防预算不得低于40万亿人民币 此举将表达日本捍卫国防能力的企图心 不过目前这份预算 主要额外发行债券来支撑 凸显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在降低国家举债同时 以及振兴疫情之后 低迷经济矛盾任务上 面临两难处境 报导指出 日本债务余额已经超过GDP的两倍 财务大臣林木军一的顾问小组表示 日本财政情况未来将变得更加严峻 此前IGK跟朝日新闻都分析 有关英国防预算 增加所产生的来源问题 应该彻底改革 不过之后依旧不足的部分 专家认为不应该发行国债作为前提 而是要明确向民众说明 需要透过许多税务来进行负担 并且获得日本民众的理解 另一方面专家也认为 未具备可以反击敌方导弹 发射基地的反击能力 是不可或缺的 因此呼吁政府在未来五年 应该部署足够的数量长程导弹 消息指出 日本政府防卫省 为了急早拥有反击能力 目前正在检讨 2027年度最多采购 大概500枚美国制造的 政府寻衣飞弹 根据日本独卖新闻 独卫日媒政府官员表示 以自费为目的 而对敌方导弹发射基地等设施 进行破坏的反击能力 日本自民党跟公民党 对此基本一致认为 有必要提升贺阻力 日本政府以明确把反击能力 协度12月将修订的 国家安全保证战略为方向 目前正进行最后协调阶段 报导指出 日本陆上自卫队 现有的12是陆基反舰飞弹 原本被日本设想为 反击能力的具体手段之一 不过由于该反舰飞弹的射程 有待改良 预计2026年度之后 才可以投入实战部署 根据韩国媒体中央日报报导 12是陆基反舰飞弹 现有射程大概是200公里 未来可能延伸到1000公里以上 由于12是陆基反舰飞弹 部署耗时 日本防卫省必须尽早确保反击能力 因此才希望可以采购 政府寻衣飞弹 另外基于朝鲜 在飞弹发射技术方面 取得急剧进度等情况 防卫省认为最多必须拥有 达到500枚的寻衣战斧飞弹 不过最终采购量 依旧可能根据美国产人等因素 有错片化 29号在日本内阁会议上面 日本官房长官松野博一 也回应战斧寻衣飞弹 采购的问题 他表示虽然知道有媒体报道 政府为了确保反击能力 因此打算购入战斧寻衣飞弹 不过他说目前有关 所有反击能力都还在讨论之中 具体力容目前尚未决定 另外有关强化日本防卫能力 13号的日美领袖会谈之中 虽然以及取得美国总统 拜登强力的支持 不过相关细节 由于涉及到外交 因此不便回答 报道指出 从1991年波斯湾战争开始 美军多次在实战之中 使用战斧寻衣飞弹 提高性能已经经过多次实战验证 但是美方严格限制出售国家 根据美国国防部的说法 英国曾经在2014年 以一密4000万美金 采购65枚战斧寻衣飞弹 另外随着美英澳2021年9月 设立的AUKUS联盟 美国也承诺将出售 战斧寻衣飞弹给澳洲 战斧寻衣飞弹为美国精密 诱导型的巡航导弹之一 顺程超过1250公里 可利用GPS对目标进行精准打击 而美国最近一次使用 是在2017年以及2018年 对叙利亚攻击时使用